來到利東街 大家肯定會走這裡 有什麼吃什麼玩的 我自己就侯了Dan Ryan 都好一段時間 Dan Ryan其實在香港 都已經進駐了很久 不過這間旗艦店 今年1月才開始 所以我都想來親身試一下 你知道我經常吃好東西 台灣又會吃好東西 泰國人又會吃好東西 香港有什麼好東西吃給大家 我都想show一些給大家 當然Dan Ryan 你會看到這裡整個位置 都是非常安靜的 不過我的焦點位置 不是焦點位置 是焦點位置有什麼特別的 食材的食材 現在去吧 看到整個桌子都是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不都不說 只看到這個Deep Dish Pizza 你都知道 沒有可能一個人吃完 這個Deep Dish Pizza 相信大家看到的樣子 都知道 很不同跟一般的Pizza 小時候吃了Pizza 什麼時候 是說Pizza要厚的 可能Pizza是這麼厚的 但是當你大的時候 發現Pizza 應該要越薄越脆才是正宗的 這個Dan Ryan的版本 反行其道 要這麼厚做這麼厚 你看他吃個蛋糕 其實他真的 用一個蛋糕的模 去焗這個蛋糕出來 中間也加了一些 美國的玉米粉 所以令到裡面是很鬆軟很鬆軟的 結果的時候 那些同事就說 咦 是否中間很軟身的 那邊脆不脆呢 吃邊的時候 依然保持不住那種脆口感 所以它的口感是贏了的 你當它是蛋糕那樣吃 這件事 我沒有課 這個叫Super Green Salad 它有這個梨 又有果 還有Glubberry 最後是西蘭花 OK 再加少許醬 Dan Ryan來到 你不可以不加醬 其實這裡所有的醬汁 都是你自己製作的 即是來到 吃東西可能是排第二 吃醬一定是問題的 所以就要吃沙律也好 一定要加足所有的醬汁 是我不客氣的 大家看到有些東西在我面前 不過我當然是選一些軟一點的 Grips and Rings 我剛才也很強調 這裡是一定要吃醬的 你看過Grips 其實跟一般的Grips差不多 即是我中的醬汁 你告訴我 這個雞翅 跟一般的雞翅的味道 是很不同的 看看怎樣 我還沒看 這個味道 首先它好吃 它好吃得來 其實是很深層次 鹹 酸 加點辣 因為我很少吃鹹酸的雞翅 但鹹酸的比例是剛好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辛苦 正常如果你太多味道 集在一起 你不一定覺得有情節 其實覺得很滑 我建議加上芝士 口感更加複雜 基本上很多人來到 Dellin一定會點這個Grips and Rings 看我眼中 重點在你不是Grips 而是你的Rings 這個 加點和金蝦 三隻醬 這隻就是辣的茄汁 又是很辣的 這個補沙醬 沙律醬的蝦就沒得輸了 不過應該要說回蝦 因為它是做得比較薄 所以陪蝦炸出來 咬感會更加強 最後這個就是油醋 嘩 嘩 這個甜的感覺很豐麥 這個感覺很有趣 我沒想到一個炸的食物 會給你一個 好像蜜糖的甜的醬 這個甜醬 我相信大家有些必試的感覺 一定要試這個味道 味道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 口味一定是重的 一定是多些Frys的食物 炸薯條 炸魚什麼東西都有 還有一包 所以基本上你去得這些 即是去這餐廳 不論Den Rai 或者其他餐廳 大家都留意 就是集中去試一下這些炸的食物 和你吃麥麥龍一樣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甜 好了 壓軸了 這個沙律 我決定不試 因為我已經試了Super Green 平時這個Den's Classic Cheeseburger 我喜歡這個牛腳的厚度 不知這個Mediumware的一種 才能夠喜歡吃 那種的 有些的 的成熟成度 剛才那個Den Rai 麥法蘇 我每樣都試過了 為什麼最後呢 不知道哪一個人 幫我點了一杯 牛油果的 Milchic 以前小時候以為只有朱古力 不試過給你 但是近年來 我發覺奶色有很多的配搭 很多的選擇 牛油果配上去是特別Match 我才覺得 牛果你自己也知道 口感是什麼呢 結塔塔的那些東西 Milchic是什麼呢 就是結塔塔 混合在一起 哇 這件事真是 說得做旗艦店 這間Den Rai 旗艦吊死了 當然不是單止野食 特別旗艦那麼簡單 你一定要來到 看看它這裏 很美國風情的裝修 特別是牛頭 綠頭之類的 你又會問 什麼牛頭綠頭 什麼特別呢 很多美式的店都有 但這間Den Rai 的旗艦店 裡面的牛頭綠頭 都是用真形牛頭綠頭做的 吃東西之外 記得要去看多些的裝修 我感受一下 人家多精心地去做這個K 還有奉勸小朋友一句 如果你來到食物 是吃不完的話 傳說在牛頭綠頭 那裡來咬你 人家吃飽了 又不做一個蘋果批 我幫他說 這個蘋果批也很棒 加上我很喜歡吃蘋果批 所以大家頂上它 這位我先問一遍 好 來了 酥皮的蘋果批 再加一個雪糕 蘋果味夠香 當你切了下去 你就完全不留意了 你看到很大口火肉 既然有雪糕 我當然要加一道雪糕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覺得辣口 是不是真的真的辣口 不好意思 真的辣口 蘋果夠酸 OK 我很喜歡蘋果批 所以一定要讓蘋果夠酸 因為蘋果加上醬 甜品來說一定是甜的 如果蘋果本身也是很甜的話 其實是吃不到層次的 所以蘋果一定要酸的 因為蘋果有核心在蘋果上 但蘋果真是很脆 很脆 它有點焗了 有點焗邊的感覺 所以才更加有很大的 contrast 你會感覺到蘋果和蘋果肉桂 那種甜甜酸酸的味道 這個餅的味道 我明白為什麼這個要加甜的 因為 如果喜歡吃甜的人 這個蘋果批 甜度未必滿足到 加甜度 但對我這些 很喜歡吃酸的 這個蘋果批的 酸度是很足夠的 所以奉勞大家 既然 都來到Dan Ryan 吃了這麼邪惡的食物 記得點咬皮放屁吧 飯吃飽了 東西都喝了 喝了一杯冰箱 突然覺得 有點眼睡 因為吃得很飽 大家來Dan Ryan 一定要留意 雖然一般食物的份量正常 但它的薄餅 大家真的 很開圈很頂 還有份量上 四個人都肯定吃不完 基本上你四個人 點一份薄餅 我覺得你什麼都不用點 所以既然現在 都可以多些人吃東西 Dan Ryan 吃東西 起碼來回到八人罪 否則是搞不定 想看多一些 JMK說的食物 記得繼續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 看我們 可以怎樣 環遊在香港 吃一些好東西給大家 好啊 吃見啦 好晚睡啊 拜拜 臉